最近 爆发台风横扫菲律宾明达纳尔岛 造成1000多人死亡 农业以及基础建设损失高达新台币261亿元 20万名灾民至今仍然无家可归 中华民国政府透过驻飞代表处 捐赠10万美元赠灾 希望能够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除了捐款 驻飞代表处也向行政院农委会 申请200公顿百米持续帮助灾民 并和飞国科技部密切联系 希望在天气预报和水土保持方面进一步合作 提升菲律宾的防灾能力 菲律宾社会福利部长索里曼 对于台湾的援助表示感谢 并承诺会将这份美意 通报给总统艾奎诺三世 保发台风重创菲律宾灾区情况惨重 让许多人失去了生计 台湾的即时援助展现人道关怀精神 也让灾民感受到来自台湾的爱心